來看我們今天來看一下那個一樣兒科 兒科我們常見的考題統整 其實在校戶上面兒科的抓題呢 比產科還要好抓 因為兒科的題目夠多 那近幾年呢大概這三四年來呢 因為考了應該加起來也有上百題的兒科題了 其實會發現說它重複性非常的高 所以它會比國考還要來的好抓題 也比產科還要來的好抓題 那產科的題目也越來越多了 好那志庭老師有幫你們統整過 那現在兒科呢我們就會捨棄像一些 機轉的部分 然後呢發展的部分 發展的部分我們也會重點式的 幫各位講解好不好 因為我們時間也只有四堂課 然後還有裡面還有含一堂題庫 那題庫我會幫各位把 類似的題目都統整在一起 然後到時候再跟各位講解 好那我們接下來先看一下第一頁 兒童發展 兒童發展不正 那一樣考題的統整 我只要前面有打星星的 前面有打星星的 大概出了三題到五題以上了 而且是以上 因為兒科它重複性非常的高 所以呢要特別特別注意 如果在考前 到時候考試時間出來 考前的複習的時候 你的心性的部分 要特別特別留意細節的地方 好例如寫有病把它畫起來 好不好寫有病把它畫起來 那我這件因為兒科它的重點呢 比較明確 所以我幫同學把重點寫得更明確一點 包含RSP0的使用到底可不可以 或者是它的一些注意事項 我都幫你們列在後面 我把考期的細節都列在後面 好那幫我翻過來第二頁 第二頁 腸胃道跟傳染性疾病是兒科的大重點 我相信你們在讀學校護理 或者是中和性護理的 你們在拿考題出來的時候發現 哇怎麼看來看去全部都是什麼 登革熱 那個腸病毒 麻疹的比較對不對 然後還有那個什麼預防注射的部分 所以這些題目非常的多 所以你們有沒有看到 腸胃道 不是腸胃道 對不起 傳染性疾病這整排幾乎全部都是星星 所以我們今天 今天這一堂課如果來得及上到 傳染性疾病的話 我們會講得更順路一定的 所以時間會拉的比較長 那至於像後面的心臟方面的疾病 或者是癌末 然後或者是兒童的那個 癌症的部分 像這些考題呢 他們在其實校護裡面 相對出的比較少一點點 還有就是住院兒童的護理 因為畢竟學校嘛 學校他跟住院兒童 我們要了解 大概要了解一下就好了 但是不用看得太深入 但是兒童的技術部分 因為像點眼藥啊 耳藥啊 或打針的部分 胰島素的部分 這個兒科技術還是我們的重點 但是在後面啊 像骨骼 神經那方面的 一些相關內外科的 就考的比較少一點點 所以我們會大部分 琢磨在內外科 比較常考在校護就是呼吸 尤其是氣喘是每年必考 而且我這樣統計下來 大概每年喔 你只要內童考就一出來 有兒科的呼吸道的話 通常出兩到三體 而且裡面一定會包含氣喘 一定會包含氣喘 那傳染病更不用說 也是兩到三體一定會有 這樣就加起來就六七體了對不對 其實兒科這樣子就已經佔大部分了 所以我們會放比較多重點在 傳染性的疾病方面 好 那再翻過來 你看神經系統大概就癲癇比較常考 那骨骼齁 先天性髋關節 大概骨折 偶爾考 偶爾考骨折的護理的部分 那泌尿生殖系統呢 就考的就沒有那麼多了 相對沒那麼多 然後我們翻過來 第四頁 好 第四頁的大重點喔 幫我把那個 測量肺部的尖封呼氣 流速值那個PFR 那個幫我把它劃起來 判讀的部分齁 像今年111年度的台中 他就有考齁 那台中連續考三年 三年都考出來 高雄也有考齁 所以的這個部分呢 老師等一下在表格裡面 會教你們怎麼去記它 大概 大概就是考那個紅燈綠燈黃燈啦齁 那個細節的部分不會考太多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針對重點 就是幫各位同學複習練習 因為不要說 一大本課本拿出來 一大本題杜拿出來 不知道從何下手 真的前面的題目灰煞煞 根本搞不清楚重點在哪裡 那同學來補習的目的就是 上課的時候就把它記起來 背起來 有點印象 而課那種的校戶 它不像國考 它不用很深入的去探究細節 你只要感覺對了就好了 然後老師已經幫你們把那個 這一二十分的考題 全部都做過一次 其實校戶的考題很看感覺 感覺這個就是重點就是錯了 你就其他也不用去細看 因為它會錯得很明顯 這是我們比較喜歡的地方 例如他問你說病毒 比如說病毒可不可以用抗生素 那很明顯是錯的嘛對不對 病毒使用抗生素去治療 應該是用支持性療法 而不是用抗生素治療 這很明顯是錯的 那其他都不用看了 它會有一個很明顯 尤其是在校戶的兒科裡面 它會有一項錯的特別離譜 我們就去選那個答案就對了 所以老師等一下會教你們怎麼看 好那再來就是意外的部分 因為部分有相信學校護理 有大部分涉獵一些 所以我們意外部分也會大概講一下 好那再來就是技術還有法規 兒童虐誕 因為我們在學校要第一時間有發現孩子 他被可能有一些被額虐的那個跡象 這個是需要特別去評估的 好OK 那如果沒問題 我們接下來翻到 好來先翻到序論 它不免所翻到序論 那序論 兒科序論就相對很簡單了 來我們先看一下兒科護理的概念 好來第二點以家圖為中心 你有沒有覺得好收好收 對不管是內外科 場科兒科 目前的最大的目標就是什麼 以家庭為中心 那但是後面把我畫起來 以家庭為中心在兒科裡面 我們著重的是 教導父母來畫起來 教導父母照護病童的支持與技巧 因為畢竟小朋友還小 有的算是不到一歲還是新生兒 那當然沒辦法自我照顧啦 所以這要怎麼做呢 當然是由雙親 由父母親去照顧 那我們就是要教導他如何去照顧 這非常重要 不管是在住院期間 或者是在出院之後 好來鼓勵參與 好鼓勵參與 好再來第二個啊 定義的部分來兒少法 兒童的定義是小於12歲 那他對青少年的定義是12歲以上 未滿18歲 把它畫起來 好12歲未滿18歲 兒童權力公約跟世界衛生組織 他們定義就是小於18歲 好所以目前我們臨場兒科 只要你是小於18歲的話 都是看小兒科為主 住院的話也是住小兒科 好所以這是我們臨床服務對象第三行 把它畫起來 好這是定義的部分 好死因呢 大概大概每年都會閉考 所以這要注意一下 好老師幫你把2020年最新的 主要的嬰兒還有兒童的死因把它放上去 那其實基本上大同小異啦 大概都會在第三第四第五名之後 偶爾會稍微換一換去 一二名沒有變過幾乎沒有變過 好所以我們看一下第一名 來先天性畸形 小於一歲先天性畸形 永遠占第一名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高齡產婦多 好現在高齡產婦多 還有一些自肌胎的物質多 環境因子等等的原因造成 自肌胎的死亡率 小孩子肌胎的死亡率 居高不下 好居高不下 所以呢來第一名 永遠都是先天性畸形 眼睛殘連好幾年了 把它畫起來 好那第三點周產期的 那當然就是早產兒的 呼吸性疾患 例如RDS 好那第四個 事故傷害 事故傷害 好那特別把它列出來 是因為嬰兒的事故傷害 不會是它自己造成的 因為我們人為可以去預防的 所以呢這在第四名其實很不應該 這是應該是人為可以預防的 OK所以第四名把它畫起來 好再來下面的兒童 小於12歲呢 小於12歲一樣 中場期的特定病狂 還有一些特殊的疾病 藍色體異常等等的 特殊癌症 好翻過來第八頁來 最重要的是第一個 事故傷害 在青少年時期 事故傷害就會飆到第一名 為什麼 開始會自己出去玩啦 開始會騎腳踏車 摩車出去啦 好那我之前上次有提到啊 就是我們班的學生 小朋友他只要 滿18歲第一天 一定會出車禍 每次都這樣子 我最怕到 滿18歲的那一年 帶那個班 超辛苦的 每天都在跑 警察局 跑醫院啦 這樣知道嗎 因為有時候 剛買了摩托車 就很開心 一衝就出去了 或者是那個交通規則 搞不太清楚 考上那個駕照 就會去大肆慶祝 一方很興奮 就容易出事 好所以這時候青少年呢 年少輕狂 都比較容易出事 所以事故上他永遠都是第一名 然後目前為止啦 都還是第一名 但是現在呢 特別注意的是 他的第二名的自殺 從以前啦 大概第四第五名 現在飆升到第二名囉 所以目前我們在兒科的考題裡面 心理疾患的部分 也會佔比較大 也會 所以開始比重會變重了 OK 好接下來 來目前呢 我們對於兒科護理的 常見的問題有哪些呢 兒童 來 蛀牙近視 肥胖還有氣喘 還有發展癡環 這個看過去就好 來我們接下來往下看 2020年的兒童少年福利法 老師幫你們把重點把它挑出來 因為它有好幾條 大概六七十條法規 那老師把有考過的重點挑出來給你們 那一樣是定義上的問題來 第二條 兒童的少年是指未滿十二十八歲的人 未滿十八歲的話起來就好 好那接下來 不管你是醫護人員 或者是學校的老師 或者是社工警察 你只要發現小朋友什麼狀況呢 來下面 試用毒品血液 對不起下面 為有適當的養育或照顧血液 好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